学校午餐发生食安问题 基隆市中山高中 上周五的午餐 梅干扣肉 竟然混有两公分的针头 疑似是株枝疫苗的证据 所幸学生及时发现 没有吞下 就是这只到约两公分长的针头 竟然混在梅干扣肉里 这起食安事件发生在上周五 基隆市中山高中团扇午餐的主菜 梅干扣肉 有学生吃到异物 发现不对劲 赶紧吐出来 基隆市府初步调查发现 疑似为株枝 施打疫苗用的证据惹的祸 我们国中部二年级一位学生 他在吃午餐的梅干扣肉里面 发现到嘴巴里面有个异物 那他咬到以后 就及时把它吐出来 疑似是株枝的疫苗的一个证据 学生发现以后就立即通报学校 学校也一约一除厂商 基隆市教育处表示 接获通报后 周一清晨四点就会同台北市府人员 前往团扇厂商市府美食公司进行稽查 结果发现配膳区推车不结 并没出没等多项卫生缺失 已经要求业者限期改善 另外一团扇公司进货单查出 肉品是由嘉一箱食品屏东厂供应 业经通知屏东县卫生局前往稽查 而台北市教育局则发声明强调 辖内共有17间校园与该团扇业者合作 为了维护校园食品安全 即日起暂缓使用嘉一箱食品生产的CAS猪肉脚 记者蜡市民谢正林 台北基隆采访报道